上海东亚足球俱乐部 是把自己一直佩戴着香港的金色标记 徽章就直接配到了徐志导的身上 就说这是代表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支持跟合作 他是希望寄托着一种很大的希望 而且觉得至少在很多金色层面 他们是企业跟这支球队是互同 这个姿态我觉得对后面是非常重要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我觉得徐志导应该很早就意识到 这支球队将来何去何从的方面 交给上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上岗的支持下 所有球队能够到西班牙去拉练比赛 这个我觉得是 对这支球队的球员的成长 是起到一个跳跃性的作用 包括他们受邀的进入了 拉马西亚训练营 拉马西亚训练营是非常不容易进去 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 你近距离地去看 那些高水平训练比赛 我觉得吴蕾到现在坚持在一个收入很少的 也不是能打阻力 一直愿意待在西班牙里的 我相信是从那个时候来向的 然后当时没有所谓的什么移动WiFi 然后房间里也没有WiFi 我们怎么办 就只能在半夜的时候 到大堂里面集中去传片子 就天天我跟张晓璐一起 就像一个值班 就大堂值班人员一样 天天坐在那里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在那里 就是见到了初来乍到的卧客 然后他因为看过严俊玲的训练和比赛 他非常看好她 所以可以说他来到崇明 有一定程度是冲着严俊玲来的 半年以后就训练了 小燕半年以后就和根宝说 他一定可以成为中国的国门 而且是一门 后来的确是兑现了诺言 我现在刚刚挖没挖好了 14年就开始带我训练 然后直到现在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感觉我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 还有上升的空间 我还能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我想大家肯定不会想到 那时候外国人也是两个人一间的 而和卧客一间房间的就是海森 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其实是一件有趣的故事 当我来到那里去训练 我已经病了 我有很壞腦,所以我患乏,我只是在床上认识, 我会在床上认识,我会在床上认识。 我有很好的记忆的时间在上海,我们玩得非常好。 在时候,我感到疼疼,自然而言,我感到很远远, 但是所有的球员,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严重了我。 两球落后的上岗 很快在随后一次进攻中追回一城 吴磊连续摆脱两名防守球员之后 小角度射门得手 打入球队在中超赛场的首例进球 往深超门前解围 不幸将球顶进自家大门 1比4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结束 在首场中超比赛中 上海上岗最终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学费 有魔鬼主场之称的这个攻击 那场比赛所有队员真是显而易见的紧张 就是那场比赛不可能 一看就是不可能赢 虽然吴磊连续那个球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我觉得他们队员们就开始有经验了 我觉得从就是跟北京根本就没得打 到可以在攻击去赢他们 再到赛季的双杀 我觉得这就是一支球队在慢慢变成熟 不会让他们觉得一场球赛 就能够让他们觉得我是失利了 也是给他们也是一个警醒 中超确实不好惹这个球连赛 但是我们年轻人我们什么都不怕 就是让我们更加要有危机感 只针朝夕 一天当做三冰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 可能连第九年的成绩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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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还是每天付出了很多 真的那段时间真的练得很辛苦 因为受了一个大伤嘛 然后康复以后还是不行嘛 最后是选择开刀嘛 然后14年年初的时候刚刚恢复嘛 状态各方面都不是很好 其实自己也是比较着急嘛 然后可能直到升级那场自己爆发了嘛 就是心里就说一下子就说一个动作嘛 就是我们一下子太辛苦嘛 就是脱一幸福 其实在那几年的中超连赛当中 我们说很多球队都是外援在带着本土球员 外援在脸前的球队在踢 但是东亚当时给人的感觉就是 本土球员在带着外援踢 我们三个人每个人的发挥都很不错 进球助攻 大家这个数据都很好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家就给我们起了这个文武阵容这样的一个组合 其实我的偶像 我学习的榜样其实也不是朵罗巴 我学习的榜样是 老耳的门前嗅觉和亨利的那种就是推设吧 然后盘带吧 直到大家叫我德罗巴 我自己其实也没有想到 因为德罗巴的身体应该说也比较好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相似点其实只有一个 应该是生日是一模样 应该都是三月十一 都是穿十一号 然后当时我们团队的配合确实是很默契的 然后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配合出来的 都是我们因为我们十几年生活在一起 平时的点点滴滴体现在球场上 有时候就是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想要什么球啊什么跑位啊 真的就是很心有怜惜的感觉 非常有上海人踢球特色的一个集合 我觉得是有勇气有意识有脚下 我觉得可能从目前情况来看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觉得已经是后无来者了 不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很土绝合被超越了 一个菜鸟 新秀赛季 那么你的主要任务嘛 第一是练吉 第二你是站稳脚跟 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比很多人预想的要好吧 你先完成六三要 如果要拿第一 那必须要找个好的企业 那么再问我转不转 我说转 8月份已经敲定了 后面还有好多比赛呢 就是要先去打好 能够拿好名字再交给上岗吧 对吧 海港也就是当时的上岗 介入东亚中学俱乐部 实际上也是保障了球队和这些运动员的一个发展 所以说现在来看当时的决策 是正确的 他说可能上海上岗介绍会好一点 你们的薪资也会高一点 所以我觉得很多方面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徐导还是 很多方面都是为我们在考虑 从来没有跟徐导闹过 我要多少钱 我要多少年薪什么的 我们这种王胜超 严峻林 吴磊 吴文君 我们都是这样的 都很支持徐导 我们只想踢球 把球踢好 最后一位主场吧 徐导也是特地从主题台上 走到球场和我们一起 去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支持我们的球迷 我还记得那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哭了 哭得还挺伤心的 整个那个过程是难忘的 主要看到队员那个心情 都有无赖他们多哭啊什么那个是吧 都是很 我是很感动嘛 尽管舍不得 但是必须舍得 你没这个能力 再去搞仲超的 徐寧峰 徐志导听说球迷还没有走 在等他 徐志导马上说我一定要回去 回去之后就是给我们甩了甩棋 然后徐志导就说了几句话 徐志导主要意思就是你们要继续支持上港队 继续支持我们从命的都要一起这批球迷 这个有一面旗帜上面就上下两个大字 我根本把这个旗帜捡起来就 又可能很用力地挥舞啊 就象征着我觉得一种传递吧 一种上海族球精神的传递 因为我们基地还是风水保地 一批一批球远村的 你这不待了二十年了是吧 你们要折吧 以后来的时间很少很少 那现在看上去一年就来一次 我说大家摸摸地吧 带着勇气走 你能感觉到他还是很想带着这方球员 冲到冠球 冲到亚洲的边境 甚至于想看着一些球员在国家队里面 他帮助国家队教练去说 这些球员的优点缺得怎么样 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 要想把真正目标 必须做一个选择 上海是一个很值得他信赖的选择 因为都知道那一刻 我们要跟徐岛 跟崇明基地 我们待了十几年的地方 做一个告别 感情和回忆都是在那边的 所以每个球员 都是感受到了这个不舍之情 受过伤 流过泪流过血 然后经历每天被虚导的批评也好 表扬也好 这样在这里成长了很多 觉得都是 回忆起来都是满满的满满的回忆 感觉都是历历在目 感觉真的是没过了多久 虽然有很多的不舍吧 但是我们也流过泪以后 我们也会继续带着徐岛的想法 带着徐岛的信念 我们会继续一起走下去 继续朝着我们的梦想 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走下去 这个是球队的一个马克杯 当时是我们球迷自己DIY的 把那个时候球队的教练员 还有球员都写在了上面 然后这个杯子也是经常使用 使用到现在 等于是一个纪念 大家一起追过的美好的青春 我想我肯定总有一天会回来看看 其实我当时心情 其实也没有特别留念 因为我知道我还会再回到崇明 再来看徐岛 今年10月 上岗本着回报社会的想法 收购了东亚俱乐部100%的股份 其中包含上岗一线队 预备队 以及9798年龄段的所有队员 在今天俱乐部接牌后 只要中国足协完成公式批准 上岗集团足球俱乐部 就将正式取得2015年 中超联赛的参资资格 要有所追求 你一定要有这种重量级的教练来带路 给球队这样一支球队 原来是本土教练带的 然后你通过埃里克森这样一个 其实又了解中国足球 但是又有自己欧洲教练风格的 一个教练来带 这个两年的过渡期 对于他们之后再接受 博阿斯这样更先进的 更现代化的欧洲足球的一个理念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缓冲的一个过渡 一个衔接 他不会要求你去训练 但是你作为球员来说 我想是为他提琴 我想是为他卖美 我想把我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他看 我想好好的付出 司机或者助理教练 食堂的阿姨 对艾利克森先生 都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15元的事情 我大巴上每次出去比赛 就插得右盘 他们前面比赛进球的视频 每次都激励一下他们 无论就这个位置 电视机上面 看视频方便已经 一方面是换了一个国外的教练 之前也没有说是 经历过国外的教练 另外一个球队也是 引进了很多有实力的外援 孔哈什么的 大概用了十轮比赛 我还记得大概在第七轮的时候 我才进了第一个球 自己的特点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从那个时候开始 特别是我们的孙祥 还有我们的于海 都是国教球员 对我们球队是帮助非常大 我觉得是为我们完成这个目标 应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外漂泊的这将近十年的时间 我一直想找机会 也希望有机会能够重新回到上海 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能够回家的这种幸福感 能够回家的这种踏实感 无论多少钱回来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回到这里 回到家里面 很多都是在游戏里去玩的 去用的 一下子跟自己做队友 确实是他们给我们这个在 足处方面和基战处这个方面 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在自己职业生涯 我觉得是算比较好的一个年龄 能够跟他们一起 踢球我觉得对我这个职业生涯 能够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起到了很重要的帮助 当时Hook有了一个大伤害 残忍他不能回来 因此团队邀请我来 去处理他 当时Hook的第一次来到我来 他邀请我去旅行 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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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发现了移动 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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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给你 去旅行 去旅行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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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有一个巨大计划 而在城市里,我不能说太多 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是美丽的 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之前我也不知道上海很多 但是我来到这里 我和我的家人都爱了城市 就是超级外园来到中超嘛 然后我这个位置也是比较的尴尬 毕竟中超的前锋啊前腰啊都是外园 顶级水平的 所以在竞争力上也并不是那么够 所以慢慢的比赛时间越来越少 自己的年龄也是正当大的年龄嘛 不想一直坐在贴补席上混日子嘛 然后就想出去闯一闯 所以最终选择离开海港 然后出去多提点比赛 让自己多锻炼锻炼成长一下 就像他们现在提出的夺冠目标 要实现一定困难重重 也希望队员们可以在压力中前行 向冠军迈进 那对博阿斯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其实他在出道的时候 就已经是拿过了欧洲的很多个冠军 再来到这个上岗队之后 他也是一展自己威力风险的这个个性 那么从这个赛季初的几场比赛来看呢 我们觉得这支球队他打出了新代追求所具有的快节奏 高强度 包括在亚冠当中 我记得当年也是和这个骨盒红钻也是分在了同一组 无论是在国内赛场还是在洲际校场 这支球队都展现出了这个激情澎湃的赢源 我记得2017赛季我们每场比赛 尤其是一些重大比赛这个赢球之后 因为很多队队的这种传统就是 比赛赢球了会在这个球队的群里发红包 你知道作为他这样一个外国人 他也很积极地去参与到这种活动里面去 然后也会去发很多红包 就是让我们球队的人员去抢 去开心一下去happy一下 还是让人觉得他比较接地气的 当时我们早上训练 古巴斯每天都是很早很早就到修训基地 然后工作到我们训练完之后 他们还要在这个基地里看录像分析 到下午很晚才走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可能 这一点和我们之前接触的教练 可能不太一样 2017赛季我觉得对上岗来说 是很关键的一年 同时也是比较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 那么这其中最主要的可能就是 六场比赛面对恒大 我记得第一场赢恒大的比赛是足鞋杯 2比1最后贺冠的一个投球绝杀 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没多久 就是亚冠和对手去相遇 那场比赛4比0赢了很大 我觉得从那场比赛开始 所有的球员心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或者说都有这样的一种信念 就是说我不触你了 我可以去跟你去正面的 这样去对抗 甚至这样的一场比赛 也越来越激发的所有球员 就是说我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要更多地去战胜你 那么确实也是 2017赛季六战恒大 也为2018赛季之后 在那场天王山战役去客场战胜对手 是做了一些突变的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应该说 应该说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就是我跟你提了 我必须要赢你 就是说我连瓶都不想要 我就是想赢你 就是你越好 我又赢得越多 那场比赛 乌磊 胡尔克 奥斯卡 和富环等于说是四名主义缺阵 球队去南京准备比赛的时候 乌磊就直接回到上海 当时我给他发了个微信 我说这场比赛你怎么看 他就回了我七个字 他说没有我们也能赢 中场哨响之后 所有人都围着老兵卡网略 一阵拍打他的头 大家对他欢呼 一方面我感觉是 大家庆祝比赛的胜利 另外一方面也是为 当时那样一种状态下 能够取得这样一场宝贵的胜利 互相鼓励和互相安慰 'i play this 8g 'i play this 8gm 每b the you have more chance to wonder the title because we are in the first 我们预备了一篇衣服,中心的类型赛,中心赛,中心的类型赛 所以,全部都很关系 所以,这些年来,大家都开始看了有不同的称赛 因为每个人看到一拥挥完~~~~ 所以,大家都知道,当我们的比賽不难是很困难 去玩对我们因为我们比较好的球队 各位,谢谢大家这个召集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前来送鸡 我会把SIPG放在我的心里 我会永远忘记上岛 这次在里面的连语里面是很感激 当然是我们当初挑战的第一个挑战 是真的不幸运我们不得到我们的拼战 但它是很好的经济 我们改变,改变了个孤单的育成 整个研究,就是每个步骤人的技术 我必须得询阅,每个步骤人的技术 我感谢大家最后一切很感兴趣 这很棒是很受欢迎的 你们俩非常棒 你一直之前做的训练 已经击着击击击击 每次的节目都做得很高兴奋 我们从未遇到任何问题 大家都愿意学习 这是一个美丽的经验 我认为我们在那一季节目标准备是特别的 那一年这个不光是足鞋盃 连赛 包括亚冠 球队都是走到了很后面的阶段 但最终都没有如愿的能够恭喜奖盃 也是有很多挫折 但是我记得那年在球队的内部的总结会当中 大家都是提到了一点说我们不是失败者 我觉得不光是人也好 或者说这支球队也好 在挫折当中成长 在挫折当中去收获更多的成功 我想这才是更有意义的 经过这个17年的最后没有拿到冠军 其实大家在年底的时候还是心情非常低落 但是我觉得也是能从这个当中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从18年比赛的这个结果 包括很多关键的比赛 关键的战役的时候 其实整个球队的心态就和17年会一样的 大家可能心态会更加放松 可能这个也是球队更加有自信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觉得18年能够拿到这个中红冠军 其实17年的这个失败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成长的 成长上的帮助 可以这么说这个球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球 没有记忆的 就是直接决定我们冠军的会数 我们都在争取的一种表现 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种 可能拿了中红军之后 我自己也能去圆我自己的这个出国体制的梦想 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圆满的 我们在这片球场上踢了十年的比赛 八万人主场就相当于我们的家一样 搬到了新的家 但是呢就是原来的那个家 它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十六载初心不忘 十六年我们乘风过浪 十六载再唱辉煌 红英展示 出离海港 加油 十六岁 正青春 未来我们继续一同见证 一起记录 我的名字是Tobi Heisen 一些人可能会认识我为Dapigo 我不知道如果是正确的词 你很担心我 我都很欣赴你 我还记得我 Sike Eguan 那是我的朋友 Wai Zen 那是很年轻 我希望这个团队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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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so uh thank you thank you all